毒藥 毒藥 今集帶大家去深圳吃毒藥 超新鮮 超多高的潮州生煙高蟹 試過一次後 包你回不了頭 一起愛上生煙毒藥 再吃個暖胃的潮州沙窩粥 對著女主播吃飯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K4加南 今天我們去大浪潮的藍山分店 地鐵12號線 南岡地鐵站C出口 走過去大概3分鐘左右 跟著我的指示走 去到停車場就會看到大浪潮在你左邊 這間大浪潮是一間很有質素 大家都同意去吃生煙 是很安全和很正的店 所以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一進去到海鮮池裡 已經看到很多海鮮 高蟹 一隻隻多大隻 還有一些打爛的部分 有些打爛的熟食 像潮傘打爛一樣放在這裡 除了生煙之外 也有很多地道的潮州小食 都是去鵝掌翼 巨型鵝掌翼 也有些烏頭 有些魚 有些冷飯 潮傘的魚類真的很多 你看 排滿了 我真的說不出哪款打哪款 可能說錯了 不好意思 我也不肯定 看見它剛才黃花魚很漂亮 所以我也叫了黃花魚的肚子 是金黃色肥嘟嘟的 看見它那條黃花魚 拍幾間包房給大家看看 都很華麗 招呼客人都相當不錯 我今天選擇坐在大廳 我覺得大廳很涼爽 對著戶外的光線很好 今天我們真的要吃一次真正生煙毒藥 大家好 我是Miu 我等了這一餐很久了 因為來吃生煙 你看看這個生煙糕蟹 未吃都見到超多的 是不是真的 我一直問老闆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 是啊 其實潮州的生煙是這樣的 輕描淡寫是這樣的 其實我只吃了一兩次生煙 兩次大家都看著我吃 一次我就覺得很鹹 第二次是最近 最近就吃完之後 覺得很鮮甜 跟我之前的想法是不同 以前想像韓國醬油蟹 很鹹 但怎想是很鮮甜 而且讓我感覺很乾淨 接著有觀眾留言 我生煙是毒藥 你一吃了真的生煙 你會中毒 中了這個生煙毒藥 我今天就帶大家來中這個生煙毒 店舖叫大浪潮 位於南山 他們很出名吃生煙 是生煙界的權威 我今天這樣坐 有觀眾說 好像對著女主播吃飯 所以我今天就 大家陪我一起吃飯 我對著你一起吃 上次的影片 對著女主播吃飯 最後結果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 結果這條影片沒什麼人看 太大過我坐在那裡 馬上不太想吃 是不是 好 我們試一下這個糕蟹 不要說廢話 這個糕蟹真的 真不真 生煙糕蟹是288元 雖然你聽起來好像有點貴 但是你要有差不多的新鮮 有差不多的質素 才可以拿來吃生煙的 便宜的你不要吃 我告訴你 我也不夠這樣吃 太便宜了 看看這個糕蟹 多恐怖 好像鹹蛋黃一樣 好像假的 真的太真的 我試一下 怎樣吃 我沒吃過這麼厲害的生煙 我上次就是吃過生煙蝦 覺得很鹹 之後就試吃生煙的奶尿蝦 很鮮甜 那就是生煙蟹 高蟹 看看 來了 好 好 好 入鎮 張住嘴 嘴 嘩 好可愛的口感 是張住你的嘴 但是吃下去 都是平時吃高蟹的味 是有少少苦苦的 鮮甜完之後 就會有些偏苦苦的味道 跟平時吃高蟹的味道 是一樣的 但是那個口感不同了 張住了口 嘩 整個皮都是生煙的 很害怕 是不是真的吃得到 我真的沒有什麼吃生煙的經驗 但是大家都說吃肉會上癮 吃肉會上癮 我以前曾經有幾間生煙店邀請我 我不夠膽去 我是害怕 內地吃生煙哪有香港人看的 一定會被人罵 但我怎麼知道原來你們這麼喜歡 我都馬上不可以做大香味 我要吃 一家人來 一定 爸爸媽媽都沒有性說 要搶蓋子吃 你膽膽股唇 爸爸媽媽不要吃 吃肉 我想試肉 好吃 我最好 那些膏那麼多 現在是什麼蟹 還是膏 我想試試肉 上次一擠奶尿蝦 就覺得肉很甜 我想試試蟹肉 很甜 它都已經碎了 其實一擠奶尿蝦 應該是一擠奶尿蝦 應該是一擠奶尿蝦 原來生煙蝦這麼好吃 吃生煙原來有第二個好處 就是你不用剝殼 不用戴手套剝殼 因為你一擠奶尿蝦 那些肉就全部擠了出來 我的口感真的很可愛 我知道看完之後 都未必有觀眾敢試 我建議你們去一些有信譽 而且是乾淨的店舖 試試 這間新鮮的 有時候你看它的殼 乾不乾淨就知道 反轉底下 看看上面 看看下面 這個是奶尿蝦 也算大隻 斬開了 試試 一咬已經擠出來了 這個很明顯是甜很多 因為它的膏有少少苦苦的 阿尿蝦是甜一點 它有少少辣的 它那個生煙是 這間屍蝦 我平時很喜歡吃 但我一定會看清楚 它的殼不乾淨才吃 因為屍蝦本身是很黑的 如果你在街市買 黑到不得了 回來狂擦 這個反轉是 殼都是這麼乾淨 你就知道吃了 因為你擠它 始終會碰到 這個就是熟式的味道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兩個相比 奶尿蝦和蟹 我建議吃蟹 打卡都可以 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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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水拼盤 129元 目的是 為了粉乾 粉乾 點一點醋 哇 哇 這麼大塊 你們經常叫我不要吃這麼多這些東西 哪有得多呢 粉乾是可遇不可求的 吃一個就少一個 味道入口即溶那種 但都是亂 有時你們會說 同一間店舖 整班人一起去找一些特別的可以嗎 其實我在每一間餐廳之前 我是沒有搜尋有沒有人拍過 我主要是看它的環境 裡面的食物和我自己對它的興趣 所以我就沒有遺疑其他行家有沒有拍過 所以有時真的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那些片會一日出幾個 我都會嚇一嚇的 有時我不是什麼都知道 嘗嘗這個蠔餅 這裡其實其他小菜都是很划算的 但是蟹聽起來就貴少少 二百八 因為一定要是漂亮的 不漂亮的東西 不漂亮的海鮮做不到生意 這個蠔餅 嘗嘗就不吃 我只吃了披薩 一粒粒蠔肉在裡面 又是凍了 有胡椒粉味 它煎得有點厚度 所以那些蠔仔都還在一粒粒 吃到那些蠔肉 OK 肝焗小黃花魚 我覺得它可以煮到這樣很漂亮 其實我之前在家裡煮 我都想嘗嘗這樣中間片開 好像別人上菜這樣放 很難的 你要這條魚夠肥 你這條魚不夠肥 就搞不定 你看看它這裡 怎麼形成整塊 整塊魚 雖然小條 但是魚是肥嘟嘟的 你看看 很貴多肉 雖然不要太細條 真的肥嘟嘟多肉 焗黃花魚 我少吃 可能我們煎得脆波波 OK了 吃完這些魚生 生煙之後 會覺得有點膩 覺得很膩 這個時候配上粥 就剛剛好 老菜普沙鍋粥 潮州粥很棒 一些米粒粒分明 嘩 出現 粒粒分明的米 加上很多香菜 補菜普沙鍋粥 這個是小鍋 和女主播吃粥 OK 這條片希望有人看 如果條條我這樣坐在這裡 和你們吃飯 你都不看 我以後不坐中間 我不這樣坐在這裡 吃一口粥是舒服的 通常潮州粥就濃味一點 這個粥要點 如果你吃生煙 全部都是這樣 會很膩 這個粥要點 今天最推介 一定是生煙糕蟹 第一位生煙糕蟹 第二位是粥 升了上來 真的很棒 這樣有口暖粥吃 再吃一口 接著就是 賴尿蝦 真的賴尿蝦都好吃 都是生煙為主 這裡 大家看完片 有興趣 就過來大浪潮 這裡種生煙毒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叫做K4加藍 拜拜 上師煙燒 在旁邊 這裡 15分 15分 通常